Hello,各位,我是有风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AI建展网站叫做Durible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官方slogan就是30秒用AI建立一个网站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30秒能不能把我们建立好一个网站 那今天有风会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 那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点击这个按钮 创建网站 这里他问你你是做什么类型的网站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 那我们比如说选择关于医生的一个网站 点击下一步 你的一个商业的地址 那我们这里选择 在语言这里还可以选择一下 我看一下支持什么语言 那里面的话英文 法文 德国 意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 那很遗憾中文它不支持 那也没关系 那我们先今天用英文来给大家演示 我们选择一个英文 然后这里输入你的一个品牌名字 或者说你的一个网链的名字 比如说我是不是搜索一个有风 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生成网站 试一下30秒能不能搞定 整个流程下来应该是还是很快 那后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已经有一点 有一点网站的影子了 增加一些服务 后面看到这里好像是一个医生的一个图案 这个建起来是非常快30秒应该能搞定 创建图库增加一个地图 增加一个OK网站搞定 30秒应该是没有问题能搞定 好 现在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个网站 让我往下面拉 看一下这个网站 哦还是像 还是像一个简单的可能一个整所的一个网站 从上面到下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你如果不满意 你可以点击一下重新生成 好更改一下 点一下它就会变换一下位置 重新布局这个是 好这里的话也可以好像可以重新生成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这个按钮OK 重新生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个还是相当的快哦 每个地方应该都可以 这里也可以重新生成吧 就是你不满意的话点一下它马上又帮你重新生成 一个新的页面 这医生不好看 换一个 嗯 这个美女医生还可以 好下面这里是服务 服务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样式选一下 我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样式 还有点这个内容 也可以可能稍微更改一下它的内容的话 又再生成 哇 这个速度很快 这里面它配置的不是很多 那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 来一个更详细的一个编辑 点一下它 这个时候需要你的登录 那我们可以用Gmail邮箱稍微登录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自定义页面 好 这上面 这现在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首页 那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在平板电脑上 它显示的一个效果 感觉都还可以 然后在手机上显示的一个效果 整体感觉的话 这个网站还是非常的专业 还是我们先回到电脑端 那这里可以选择更改一下我们的一个主题 这里可以选一下 下面样式很多 这里可以微调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下我们左边这个文字的一个大概字体 这里可以更改一下 好 这里可以选择一下我们这个一个动画效果 那比如说这个是动画效果可以选一下 那速度的话这个可以选择慢中还是快 这个 这个小标 那就像这上面这个小标 那我们可以改一下直接 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增加一个小标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上传你的一个电脑上的一个图片 弄好以后点击完成 那这里的话顶部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编辑一下 我们鼠标放在上面来 点击一下编辑头部 那这里也可以重新生成一下它的一个样式 好 觉得这个样式可以的话 你就直接点击编辑 好 这里可以更改一下你的一个名字 这里就可以 logo的话 你也可以加一个logo上来 你可以直接上传 那也可以在里面它选一个它已经有的一个图片 比如说我们选这个 这个假如是我们的logo 好 这样的话 它这个logo就传进来了 尺寸的话 我这里可以调 再调大调小都可以 这个是调手机上的一个logo 字体大小 那我们今天还是用文字吧 这个文字 那右边这个按钮的话 就是这个book 这个预定 那我们也可以更改一下它 那这里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你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字 预约 然后这里可以加上一个链接 这里可以选择在新双口打开 好 这里扁称 那这字的话就改了 那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好 那比如说增加一个区域 那那里面比如说增加一个联系的页面 增加一个图库 增加一个常见问题 我们增加一个图库来试一下 三层 好 这个图库的话就加进来了 那图库的话 那可以点击这个 把它下移一下 移到下面来 这里可以编辑一下 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些图片 这里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样式 我刚才拿个一模一样 那点击这个按钮的话 可以移动一下我们这个 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把后面挡住了 我们看不到 那么就移动一下它 我们又可以就看得到后面的内容了 那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删掉 那如果觉得生成不满意 我们还可以叫它重新帮我们生成一下 重新生成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样式 OK 这个样式还可以 全部的话 点击这三个全部重新进行一个生成 这速度还是很快 而且它调用的图片的话也非常的漂亮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更改 点击一下编辑 那编辑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上面的一个标题 那下面是它内容 那么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重新生成一下 把这里改一下 全部都是用AI帮你生成 那下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 直接帮你生成一下 OK 完美 那如果你觉得 里面的内容你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更改 手动更改也没有问题 这个样式的话也可以进行更改 图片的话 背景图片的话 那如果你要单独改后面的图片 也可以点击这个 重新生成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换了一张 不满意 我们再点一下 OK 这个的话一般再不行 再点一下 总之的话非常的方便 这个换图也非常的方便 那你可以手动把它替换一下 也可以上传你本地的一个图片 也可以在它图库里面去找 它和那个Shutterstock有合作 那你可以直接调用Shutterstock里面的一些图片 那我觉得这张图片是好看的 这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上面覆盖的这种 这可以更改一下上面那个不透明度 OK 这样子差不多了 这里选择一个动画 这里一样的是选动画 你觉得可以的话 你直接点击左边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往下面拿 下面里面所有的内容的话 我们都可以简简单单更改 它也只有这几个按钮 都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区域可以 你可以点击这个复制一下 还有下面给你复制了一个新的 那总之的话 AI这个生成也非常简单 我们再来编辑一下底部 比如说编辑一下底部 那这里一个品牌的名字 这里选择一个logo 你可以上传一下 这里其他信息 你还可以加上一些其他字 好这里的话就出来了 下面还可以加一排小字在下面 那点击一下它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按钮的话是一个email 这个按钮的名字就是 比如说我改两个字 OK OK 这个字的话就改进来了 这里可以改一下它的一个链接 好 点击完成 Durable做的网站的话 也是相当相当的方便 这个地方太少的话 你也可以多加几个按钮 那比如说名字的按钮 就是一个新款 然后加进来了 OK 完成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加上 我们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 我点击一下增加 然后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YouTube 然后把你的一个 你的YouTube的一个Home 把你YouTube链接放进来 好 现在这里多了一个YouTube的一个图标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它就可以跳转了你的YouTube频道 弄好 然后点击完成 这个上面有一个OpenAI助手 那这里写了一个 我点击一下它 按这上面你可以对它发出一些指令 增加你的LOGO 创建一个博客 我们点击一下 点一下 保存和继续 好 它正在帮我们写一个博客 我们从一个最开始生成 好 可以点了一下 OK 好 博客的话就一个简单的 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它 那博客的标题 那博客文章 等等 这里面加号里面可以增加很多 比如说图库联系方式 还有 还有很多客户评价 关于我们服务 弄好以后 我们直接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预览一下 好 免费版本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基于 基于Durable旗下的一个二级域名 那我们可以直接预览 它里面还可以加上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聊天的功能 还可以加上你的 你的电报的一个按钮 这些的话需要它的一个付费版 点击一下它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我们现在用的免费版本的话 只能建三个页面 可以发三篇博客的文章 那12美元每个月的话 可以自定义域名 也就是域名可以改成你自己的 可以生成10个页面 那有500万的一个高级图库功能 有500万的一个蔬菜 可以供你使用 链接的话 我已经发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 兄弟们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感受一下 如果你最近需要做网站的话 不妨用AI来试一试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 有风看到的话 如果我懂的话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我是有风 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 利用AI建签的一些知识 希望可以帮到你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